外交部长吴钊燮出访中欧国家 首站来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瓦 吴钊燮应中欧知名智库全球安全论坛邀请 发表专题演讲 他表示有越来越多欧洲国家愿意与台湾合作 台湾应该把握这个趋势 吴钊燮呼吁民主国家团结对抗威权 及强化供应链韧性 演说信斯洛伐克外交部次长布洛奇科娃 等约一百人听讲 现场来宾则针对欧洲议会 近来高票通过决议提升对台关系 中国武力威胁 欧洲的印太政策等问题踊跃提问 吴钊燮有问必答 会后也接受当地媒体访问 吴钊燮此行受到四国国兵级礼遇 以会晤政府高层议员学者等人士 他认为这次到访有机会公开演讲 并有议员无视压力来交流 整体来说相当正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